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0月18号 星期五上午早晨8点多 9点钟了 好久没跟大家聊天了 其实上周是想跟大家聊聊天的 因为出差才回来 先为我这个椅子的嘎吱嘎吱声道个歉 因为我今天坐的这个椅子还是嘎吱嘎吱的椅子 有点舍不得扔啊 坐了好多年 其实这个嘎吱嘎吱声的椅子是两把 但是两把椅子的声音很类似 也很有意思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关于战争的话题 也是我的个心里有感觉想聊 上周就想聊 但是人在旅途 人在路上 所以没办法讲 最近大家都知道 朝鲜炸毁了通往韩国的道路 也就是说陆地的通道 整个的国际社会的看法和自媒体的看法是很一致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防卫姿态 当然我不是特别的清楚说中国的自媒体或者他们的所谓的粉红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确实不看他们的东西 但是我想他们也没有太 我想他们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太兴奋 因为毕竟传到我这的信息来看的话 并没有说中国在炒作这个事 说朝鲜要进攻韩国了 因为这个太离谱了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 他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举动 以及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件事情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 但我必须先说个前提 就是我今天聊的内容都是我自己的一种推测 或者说我自己的一种想法 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 这个我必须先强调一下 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不代表任何的官方背景 也不来自于任何的官方背景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猜我有什么消息来源 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是有消息来源的东西 朝鲜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件事情的举动 其实我看到之后的第一反应它是合理的 但是建立的联系是俄乌战争 就是说我的判断是由于俄乌战争的某些变化 导致金三胖他紧张也好 或者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他这个决定代表着什么 他这个决定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保护自己 大家都能看得到 就是想说韩国你如果要进来的话 可能陆地上不那么好进了 那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 如果韩国真的想进去的话 不太可能用这种方式能挡得住 第二层含义是什么 叫示好 他是用一种极其强硬的语言在示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改变了他的法律 宣布朝鲜是敌对国家 实际上他就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 事实上他是在告诉韩国 我不会主动打你 你就别打我了 他就表达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与俄乌战争有关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很大 那么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的话呢 他也派了兵 至于他派了多少兵 我们不知道 没有办法测算 那么韩国方面呢 给出的估计呢 是至少有一万人士兵 具体从事什么样的岗位 这个目前还公开信息呢 还没有讲 但是实际上大家也能够知道 他是大概从事的什么岗位 无非就是三类 第一类是什么呢 第一类是实际上还不是公兵 第一类是朝鲜 卖给俄罗斯这么大量的武器装备 在短时间内他是没有办法完成俄语化的 所以他必须为这些装备配备操作人员 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卖了设备 也把整个的运营设备的运行 也给承包了 可以简单的这么说 那么第二类呢 才是他的工程部队 就是他的工兵 这个工兵啊 我个人认为朝鲜输出的更有可能是劳工 而不太可能是正规军 或者说是他正规军里面不太行的那部分 那第三部分呢 他确实有可能派出了一些直接参战部队 因为这俄乌战争啊 说实话是一个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个悲剧 但是呢 我们必须承认 对这个世界上 一部分人或者一类人来说 它是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他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练兵的机会 我看到有西方媒体说 朝鲜会利用这个机会测试自己的武器 好像也是韩国说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 就朝鲜没有可以或者需要在俄乌战场上测试的武器 他可能会在俄乌战场上去学习 学习别人在用什么 学习这个战争怎么打 那么当他参战的这个过程 参战的这个事实发生之后呢 产生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 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说 就是朝鲜参战被坐实啊 是被乌克兰击毙了朝鲜人这件事情坐实的 但是对相关国家来说 在目前这个情报系统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尤其韩国对朝鲜和朝鲜对韩国相互的情报系统 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公开的秘密 也就是说对参战的国家来说呢 他们都知道 至少是知道有这么个事 到底多大可能有点不确定 但是知道和坐实是两个概念 那坐实了之后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西方社会 对朝鲜有可能发起一些反制措施 这个反制措施 如果通常来看的话 就比如说以前朝鲜核武器挑衅 日本呢 韩国呀 甚至美国呀 他只是一种制裁 经济制裁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呢 坐实的是他直接参战 包括之前的卖武器 我曾经讲过啊 金三胖是不太可能真正的跟俄罗斯绑在一起的 那就有朋友问我说 你看这次他都参战了 有没有可能我判断错了呢 有可能我判断错了 但是今天我依然认为金三胖 以他的智慧 他不太可能真的是跟俄罗斯死绑在一起 他只是在捞取他的利益捞够了 也就结束了 可是人的贪心太大 所以他在捞利益的过程当中呢 我分析他的心态是 他并不想真正的深度介入到俄乌战争 但是由于俄罗斯给的利益诱惑太大了 他有点杀不住车了 所以他的心态是走钢丝的心态 他很恐惧 因此当这件事情被坐实之后 作为金三胖来讲 他非常恐惧 他会担心美国以此为理由 对朝鲜发动一场军事打击 当然了 我说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 你也可以讲我是阴谋论 那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分析这些事情 你要从人的角度去分析 因为如果他是以色列 他是美国 我们要去看他的决策流程是什么 但是他是朝鲜 如果他是朝鲜是中国的话 决策流程意义不大 尤其是朝鲜 因为他的决策流程就是一个人 所以你只能分析这个人 他是怎么想的 那他肯定是产生了恐惧心理 他就会有这种过激的举动 就把朝韩的这种陆地通道给封闭了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我们能推理出来的 就是说当朝鲜在俄乌战场上经历了这么一遭 他的人回来向领袖一汇报 真实情况 原来我们跟西方的差距这么大 那领袖就恐惧加剧了 那更恐惧了吗 对吧 这万一韩国来一个斩首行动 美军来个斩首行动受不了 所以怎么办 赶紧示好 赶紧示好 大家不要低估了韩国人和美国人的情报分析能力 这种示好 如果说连媒体都看得出来 示弱吧 不能说示好 示弱 连媒体都看得出来 那你想想 作为国家的情报机构 他能不懂吗 肯定懂 那么第三个原因 实际上是我不确定的 我不确定的 我不确定这个原因的原因 是因为他无法证实 我前面两个说的 未来可能还有办法证实 但我现在讲的第三个原因 是没有办法证实的 也就是说根据我对朝鲜和韩国的了解 他们双方的这种情报渗透都是非常到位的 韩国充分的掌握朝鲜的动态 朝鲜也充分的掌握韩国的动态 朝鲜的情报搜集能力和海外 就他的海外的情报执行能力 是比中国要强的 强很多 应该说强很多 只是说他的资源没有中国那么多 所以他没有办法全球撒网 可是对欧洲和对韩国 日本中国 这些主要的国家 还有美国 朝鲜他是有他的资源的 还是有他的资源的 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 全世界的所有的 主要地区 但是我稍微讲一下韩国和中国的区别 朝鲜跟中国的区别 你像我们现在都知道 中国渗透美国 已经渗透到local的政府了 渗透到city county一级 这个是朝鲜做不到的 这个肯定是朝鲜做不到的 他也没有这个需求 但是你比如说 中国对美国联邦政府的 这一级的还有五角大楼军队这一级的情报渗透能力 朝鲜 应该是能做到的 这就是区别 区别就在这里 那么也有可能 结合我前面说的第一点 就是说 金三胖担心西方报复 那么我们就猜测 有可能金三胖得到了某些情报信息显示 可能西方要开始清算了 我用清算这个词是方便我们华文的听众听得懂 什么叫清算呢 就对俄乌战争和以色列 哈马斯的冲突要进行一次大清算 你也可以认为是大决战 大反攻也好 怎么样也好 总之 有可能他得到了一些情报信息显示 西方联盟要有比较大的质变的动作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呢 是因为这个时间节点 美国大选 欧洲处在目前的 就是说目前的忍耐的高峰吧 就不能再忍了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 包括欧盟对最近做的一些举动啊 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呢 可能各个国家都可以援助 排除了一下匈牙利的因素 因为匈牙利是亲中亲俄的 综合整个的国际因素来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岔开来谈一下 今天我们谈的可能也是比较散 请大家理解 以色列 我上一次视频的时候 还是上上次视频的时候 我讲过 我说以色列的这场反攻啊 是必然的 这个肯定是讲对了 那么我还讲过以色列的反攻 它呢必须在两方面 至少取得一方面的成绩 要么A option A 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 重要目标 Option B 是斩首行动 打击伊朗的领导人 也是重要目标 他可能会选择Option A 或者Option B 或者Option A 但是呢现在呢 上周呢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聊 有一些美国朋友说 你看美国政府啊 不同意 不同意 就是说正好美国政府说不同意的 就是我在之前说的 伊拉克应该 以色列应该干的事 就是不同意打击它的核设施 和这个石油设施 重要基础设施等等 那在与这个朋友的交流过程当中呢 我非常肯定的跟他讲 我说以色列不可能听美国的 就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压不住 那么 有人就会问我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呢 那这个呢 我们看嘛 对吧 大概也就是一个月之内的事 我们看看我的判断对不对 判断错了呢 请大家原谅 我毕竟是能力有限 那如果判断对了呢 大家也不用觉得我很神奇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判断依据 因为 美国如果想压住以色列 他主要的是压住内塔尼亚湖 但是 这一次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反击 不是内塔尼亚湖一个人能决定的 这就要看他的决策流程了 就跟我们刚才讲 金三胖一样 你看朝鲜怎么决策 你就必须去揣测 金三胖的个人的性情 和他的精神状态 但是你看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怎么决策 包括将来我们看日本这样的国家 怎么决策 你去紧紧去看 内塔尼亚湖 或者紧紧看他领导人的压力 是不够的 因为他是个民主国家 他的决策流程决定了你外部干预的机会很小 那么以色列的这一次决策一定会支持军方 打击我上述所说的两个目标 否则这个政府 我说的是这个政府 不是内塔尼亚湖这个人 而是以色列政府都会失去 在以色列人民选民心目当中的地位 他会面临政治危机 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 这届政府下台了 下一届政府上来 会做的比这届政府更狠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逻辑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神奇的 那美国为什么要压制以色列呢 我个人判断更多的是拜登个人的考虑 或者说拜登政府团队的考虑 因为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拜登没有下一任了 拜登所带领的整个的政府团队 可能都不太会在下一届政府中任职了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川普 那么他们要尽力的保护 他们认为的他们的政治遗产 也就是他不想让后代人认为 他们给世界留下一个烂摊子 击鼓穿花 他们只是想把这个雷传下去 他们心里很清楚 这以色列是压不住的 但是最好你不要在我大选之前爆雷 其实这种拜登政府的这种做法 是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的 你说反感吧 你也谈不上 因为这就是大选政治 或者说我们说这种竞赛制度 美国的这种竞赛式的大选 它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你怪他也没有用 可能换一个人 他也会大概率的采取同样的做法 就是换一个人处在拜登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不可能再参加下次大选的情况下 可能他也不希望爆雷 比如当年的奥巴马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只能说 我不太赞同 不太赞同他这种做法 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大家压不住的 把这个分叉我们再收回来 就是中东冲突到这个时间节点压不住 打仗是事在 不能说事在 打仗是一个必然发生的 那么西方联盟肯定是势在必得的 就不能打输 一旦决定了 就没有回头路 我们还看到 美国政府虽然不希望以色列去轰炸 伊朗的这种关键基础设施 但是在昨天 还是前天 派出了B2隐形轰炸机 轰炸了野门武装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小题大做 但是我说的小题大做是你轰炸野门武装 根本用不到B2 但是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个动作呢 也就是美国也很现实 他也向伊朗 向支持哈马斯的这些势力 就其实包括了中国 就向这些势力表了一个很鲜明的态度 与朝鲜炸路所表明的态度有点不一样 朝鲜炸路炸的是自己的路 用一种非常强烈的 非常强硬的口气在示弱 美国用B2这么高端的武器 炸了胡塞武装这么低端的一个军事组织 也是用一种非常强力的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很小的后果 来向大家表明一种态度 就是如果你越界 那我对你的打击也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美国向伊朗 也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 就是我压以色列 是我压他 但是我压不住他他打你 你要是敢有过激举动 重要的比较严重的反击 对不起 我不可能不帮着以色列打你 我一定是帮着以色列打你 而且我对你的这种 稍等 我对你的这种打击 是不会很小的打击 不会是象征性的 一定是很大的配合以色列进行的 我的话讲就是没有上限的军事打击 什么叫没有上限的军事打击 就是以灭掉你为目的的这么一场军事打击 所以在这些综合的大背景下 我们要把全世界当成一盘棋来看的话 这就预示着在2025年很有可能 世界的两大阵营会发生一场 比较大的冲突 这个大的冲突 它是在哪里 以哪里为主战场 我们不知道 也不是说烈度一定会很大 可能我们会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原来没想过会发生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已经念到了快一年了 我认为北约早就应该进场去打俄罗斯了 对吧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依然没有消失 那日本会不会军事正常化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会不会与台湾搞联合军演 甚至驻军呢 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凑在一起 我们看啊 我们从金三胖的这个反应来看 我们将迎来的这个世界呢 怎么讲呢 我们刚才用了一个词清算 我换一个词吧 叫秩序的重建重塑 但是这个秩序的重建重塑 跟习近平讲的东升西降 不是一回事 这个秩序的重塑 一定是一个压制挑衅人 挑衅一方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镇压的过程 我在斟酌怎么用语 但是我实在是短时间之内不好斟酌 我认为在这场全球大冲突过程当中 从18年 我们如果以18年为起点的话 然后是疫情 然后是这几场战争 到现在呢 六年时间了 明年是第七年 第七年很有可能是个时间节点 是个坎 那么 发起这场冲突的进攻防 毫无疑问 是东方 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 这一票人 有人说贸易战不是川普发起的吗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贸易战 川普加的是关税啊 但是他自己加的是你往我这进口 往我这出口的关税 这不是 这个在商战中也不是个进攻行为 这也是个防守行为 所以呢 东方阵营 这个中俄 伊朗朝鲜这个阵营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一个挑衅的一方 他们是造反的 他们在造反 那么呢 西方做的什么呢 就是镇压 反叛乱吧 我们这么做一个比喻吧 这个反叛乱呢 之前呢 是以协商为主 最开始是协商为主 协商不行了呢 就是开始打 打呢 也是边打边谈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明年转折 如果发生这个转折 转折之后 它会变成只有打 没有谈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佐证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 请大家谨慎的 谨慎的去听吧 也不要参考了 参考这个没有意义 是吧 万一你参考错了 到时候你还埋怨我 但如果你认为我说的 也是你所认可的话 那么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都应该以刚才这个大背景去做决定 比如说 你该去哪里投资 你该去哪里生活 你到底该付多大的代价 离开你现在的地方 原来你觉得这个代价大 那你考虑到未来 这个代价可能 就没有那么大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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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